4月9号当地时间7点27分 日本空自三泽基地的一架F-35A隐身战斗机 在离三泽市东侧135公里的海域上从来大上消失 地面中心无法与飞行员取得联系 截至晚上9点 日本防卫省声称 日本空自的救援单位在紧急救援 已有空自的搜救飞机 巡逻艇和护卫舰前往失联的海域搜寻 暂时尚无确切的消息 4月10号当地时间9点55分 日本媒体发布消息 日本自卫队搜救对外在事发海域 发现了F-35A衍生战斗机的唯一部分残骸 至此 基本已经确定此架F-35A已经坠毁 目前尚未有飞行员的任何消息 事故前 日本三泽基地共部署13架F-35A战斗机 事故后 日本防卫省决定剩下的12架停止飞行训练 在2011年以来 日本自卫队的航空部队的事故增加 此前本以为是机型老化导致事故多发 现在看来 在新日的F-35A也坠毁 日本自卫队面临的问题更加多样化 以下是2017年日本自卫队的飞行事故 2011年7月 日本海四巡逻直升机 仗上了一艘护卫舰坠毁 飞行员丧生 2015年2月 日本海上自卫队直升机坠毁 三人死亡 2016年4月 日本航空自卫队飞行检查机坠毁 六人死亡 2017年5月 日本陆上自卫队的联络侦察机坠毁 四人死亡 2017年8月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警戒直升机坠毁 三人死亡 2017年10月 日本航空自卫队救援直升机坠毁 四人死亡 2018年2月 日本陆上自卫队武装直升机坠毁在明柴 两名飞行员死亡 一名居民受伤 2018年11月 日本航空自卫队F-2战斗机空中战机事故 没有人死亡 2019年2月 日本航空自卫队F-2战斗机 海上坠毁 两人受伤 无人死亡 2019年4月 日本空自自卫队F-35A战斗机坠毁 飞行员下落不明